大家好,我现在辽宁朝阳 今天带朋友们看一下夜景 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看过夜景了 好多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在这里大步向前走 这个感觉是不是不一样的 再看一下这个角度的珠江大桥夜景 真的是太棒了 晚上很多人全都出来在这里散步 白天的时候人特别少 这里是跳广场舞的好地方 这个灯塔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因为白天我没有拍到 然后再看一下这边的珠江大桥 在这个位置欣赏的话 真的是太棒了 哇,这个水上还有倒影 这个画面是最佳的一个位置 像我以前要是玩摄影的话 绝对要在这里等 从太阳开始就要等到天黑 正好能够看到这个倒影 特别漂亮 我们沿着这个河边往前走 今天晚上就沿着这个河边边走边看 夜景真的太美了 因为今天这个天气比较通透 所以说非常适合看夜景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白天那个太阳光太强了 所以我下午就没出来 我就在家里休息 我就心想着 那就晚上吃过晚饭顺便去看一下夜景 要不然的话我不会随随便便晚上出来的 今天实在是破例了 真的 我好长时间至少有四到五个月都没有看过夜景了 那上一次看夜景还是在上海的时候 那天是因为一个粉丝朋友 就是跟他在一起玩的时间晚了 要不然我是不会去看夜景的 这隔了都有好长时间了 看一下这个大桥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远处还有一个大桥 那个是林凤大桥 这个是珠江大桥 我白天已经拍过了 但是这个夜景真的是特别漂亮 完全是这么好的天气 对吧 所以说是看夜景的最佳时间 看一下这个角度真的是 哎呀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了 美得不得了啊 真的这个画面太好看了 把镜头移过来 这边有很多大部队 专业的这个叫什么暴走团 特别多 已经走过去三批了 就是吃过饭了 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 放着音乐 在这里大不留心向前走 看一下这个角度 后面还背景还能看到凤凰山 哦那个应该是麒麟山 凤凰山在这个方向 再看一下晚上的这个凤凰山 也是不一样的美吧 太棒了 已经走到大桥的另外一边 不同的角度看这个大桥 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拍夜景就要撑这个天 没有完全黑下来的时候 看是最美的 如果天完全黑下来了 它的天空就一片漆黑 那个感觉就不是最佳状态 所以说现在是拍夜景的最好的时间 因为以前我玩摄影的时候 就是经常会在这个时间段拍照片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天空还带一点点蓝 然后灯光也全部都上来了 所以说是看夜景的最佳时间 之前我在吉林市牡丹江市的时候 很多朋友们就跟我说了 你出来看看夜景吧 我一直就没出来 今天我实在是就下定决心 要出来看一下这个夜景 确实是特别的漂亮啊 特别是远处的桥 还能看到倒影 还有这个房子 看一下这个水中的倒影 这个感觉怎么样 再看一下这个角度的珠江大桥 这个夜景 真的是和我白天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再往前走一点 走到前面那个清水平台 然后站在这个河道中间去看 那感觉又是不一样了 看一下这个灯光 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 关键是晚上出来散步 第一个太阳不晒 没有太阳了对不对 第二个凉爽 它这个现在进入秋天以后了嘛 这个晚上已经很凉快了 不像白天它30度的温度 太阳一晒的话 还是非常难受的 尤其像这几天这个天上 它这个非常的通透嘛 所以说那个光的穿透力 是特别强的 这个角度看到的这个天空 真的是感觉好蓝哦 真的是特别的美啊 这个感觉就两个字 看着舒服啊 所以说每个城市有这种 有江有河道 还有山 它就显得就特别美 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啊 晚上还有人在这里钓鱼 远处看到的那个桥是林凤大桥 再往上是那个麒麟大桥 麒麟大桥再往前面 还有一个叫 叫燕都大桥 这几个桥我全部都走过了 特别的美 但是我从这里要一直走到 那最远处的那个大桥 至少还有三到四公里 所以说那是不大可能的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边 看一下这个水中的倒影 山还有房子的倒影 那个对岸也有很多人 开着房车 开着车子在那边 钓鱼在河边玩的 再看一下这个角度的珠江大桥 因为我现在的它是最近的一个桥 哇这个画面怎么样 现在天完全接近黑下来以后呢 它看到的和我刚才前面那个 没有完全黑下来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番不同的感觉 它完全黑下来又是 怎么说呢 我还是喜欢稍微带一点点蓝 对就这样有点蓝 是最佳状态 今天终于看到了这么美的夜景 真的是心情特别的舒畅 好了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